宠物店犬舍卖不出去的小狗最后会如何处理 难道真像网友传言的那样直接人道毁灭吗 大家好,我是狗鱼者老汤 有很多朋友有一个误解 那就是成年的狗比小狗贵 实际上这种想法恰恰相反 成年狗是不值钱的 就拿我身后这只中亚牧羊犬来说 你如果小狗是花一万元买来的 那么它现在长成一百五十斤的大个子 一只巨型犬 它现在值多少钱呢 是不是现在可以价值好几万元 事实上恰恰相反 这种大狗根本不值钱 也卖不了什么钱 如果这只狗小狗是一万元买来的 在不吃狗肉的地方可以说是一文不值 因为一般养狗的人根本不会去买这么大的狗 一百五十斤的狗谁看到谁都害怕 怎么可能还去养它呢 但是老话说的好事事无绝对 这种大狗在有的地方那也是非常值钱的 那就是吃狗肉的地区 大家都知道吃狗肉的地区成年狗是相对来说比较值钱的 就好比刚刚那只中亚牧羊犬 如果拿去卖狗肉 狗肉价都可以值三四千块钱 那么话回过头 宠物店或者犬舍 它们的小狗什么阶段是最值钱的呢 一般是在三个月左右的小狗是最值钱的 因为这时候的小狗长得非常可爱 非常健康 而且这个阶段的小狗疫苗驱从都做齐了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养的 很多懂狗的人也喜欢去买三个月左右的小狗 虽然我养了很多狗 但是咱们是不卖狗的 我养狗仅仅是兴趣爱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并没有小狗 都是成年狗 因为我根本不让它们生小狗 事实上我对狗圈是非常了解的 我来为您解答 那些小狗卖不出去的最终去了哪里 实际上大部分开犬舍或者宠物店的 都是比较有爱心的 毕竟是因为喜欢狗才会从事这个行业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犬舍或者是狗场 实际上犬舍跟狗场是有明显区别的 犬舍那就是CKO注册过的犬舍 是比较专业的 养的数量往往并不是很多 往往一个犬舍就几只种犬 但是狗场养的狗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 有可能养几十只种犬 一年出的小狗那都是大几百只 所以相对的狗场小狗的价格会更加低 犬舍价格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因为犬舍的狗大部分都是登陆冠军的后代 都是带血统的 像犬舍或者宠物店 小狗长得太大了 因为小狗过了三个月之后会进入尴尬期 所谓的尴尬期就是小狗在这个阶段会长得比较难看 因为它已经开始长个子了 没有小时候那么可爱 卖相也就没有那么好了 喜欢养它们的人也并不是非常多 如果实在处理不出去的话 它们往往会打包 比如原价一千两千的狗 价格很低就会打包处理给宠物店 而后让宠物店去卖狗 因为宠物店卖狗能力会更强 因为它们接触的都是一线的客户 客户群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出售小狗也更加容易 如果这些小狗在宠物店手上很不幸 也没有出售出去 那么大部分的宠物店都会拿去给别人领养 都会给它们觉得可以给小狗照顾的很好的买家 直接送给它 让它买几包狗粮 或者在店里充值一些会员卡 而后让这个小狗免费过来洗澡 实际上变相的就等于把这个小狗送给客户了 这是往往犬舍跟宠物店处理小狗的方法 事实上大部分开犬舍跟宠物店的人都是有爱心的 因为喜欢狗才会从事这个行业 我是狗鱼泽老汤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频道 谢谢